其实有一题,这个叫做当日行情 这个当日行情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从网路上面去抓 我是利用雅虎啦 那你可以去别的地方抓啦 反正你只要一个网址 然后呢就是一个类股 名称对应一个网址 一个类股对应一个网址 或者一个什么东西啦 外汇也可以 像之前的同学把那个外汇 比如说美元对欧元 美元对日币 美元对什么 反正它就一个一个 先做一个清单 然后呢就两栏 然后这个旧的应该没问题 删除就删除 就剩行情表 那下载的话 我把它分几个阶段 比如第一个就是直接下载 然后单次下载 再来就是多次 那多次的话呢 就是不闪动 就是把application.screenupdating 把它false关掉就好了 那这个地方我们来试一下 按下去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它会跑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范围的话 就是把那个类股 全部一个一个通通帮我把它下载下来 你会发现底下就全部下载了 不过因为我没有更新 所以你会发现 它感觉好像没有 反而这个是把那个screenupdating改为true的时候 反而会有这样闪动闪动闪动 不过好像这几种方法都不是很好 最好是怎么样 最好是有一个叫 就是一个press bar 跳出来 所以第三种是怎样 这样子 有没有发现 就可以跑跑跑跑 它跳出来的时候呢 就是告诉你现在下载到哪一个 等到全部下载完之后的话呢 它就再把它关掉 这样感觉还蛮好的 对不对 而且甚至 这个最后还可以写成什么 写成一段时间自动就update 比如说你可以启动 有一个accation里面有一个 就是给它一个时间 或者给它多久以后 反正给它一段时间 或者是每天的什么时间 它也可以自动去帮你 去抓网络上的资料 但前提是 Excel一定要是开启的 电脑当然一定要开启 之前同学一直问同学问题 是电脑是不是一定要开启 但一定要 Excel是不是一定要开启 一定也是要的 如果你不开启 它就没办法帮你walk 也是可以没有问题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 可以做到很多 甚至可以怎么样 把这边的所有东西 它是一个个的工作 一个一个的工作表 它可以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它存成一个个Excel档 然后呢 甚至你可以删掉里面的档案 重新再下的 又有个新的东西 反正里面的话 就可以把它变成一套流程 其实就可以帮助你省掉很多时间 那这个部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先开个头 跟各位讲一下 然后如果想要先了解的话 各位可以从哪边找到这个讯息呢 其实就是在这个我们的哪里呢 我们的其他补充资料里面 就是在云端白板里面 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个也是这样 其他的补充范例的进阶 进阶里面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也叫当日行情表 就这个范例 就有提供完整的第一个范例 第二个城市 刚刚还有讲到有关外汇的 这边也有啦 这个是后来同学利用一样的方法 然后呢 去把它改写成那个什么 改写成那个外汇的行情 其实蛮多东西可以自己再玩玩看 点击进来的话 其实刚刚做法就是 把这个档下来 然后里面的程式码在这边 把这个程式码打开来 里面的话弹出来 就我刚刚写的东西都在这个地方 其实很简单啦 你只要把这边sauce复制 贴到那个什么呢 模组里面 然后再键按钮 按钮不知道 我范例档里面好像没加按钮 反正你就把它加上去 当日行情一个按钮 对 按下去它是时候帮你抓了 然后删除就工作表 然后几种方法 这边都有 OK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 就刚刚讲的那个部分 这个因为我刚好想到有那个状态列 那那个press bug 有没有 刚刚跑的那个东西 感觉好像还不错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这个进度这个按下去 这个prox bug 到底要怎么做 其实 如果说网路上面你查啦 我发现其实都没有比较好的答案 但是实际上并不困难 你观念正确之后 其实你很快就可以做出来了 它跟其他的那个 元件的设计方法一模一样 第一个拉过来 第二个改变它的名称 当然名称或者它的什么呢 它的一些属性 再来的话就是在程式里面加一些东西就OK了 那要加哪些东西 其实你们也不用记太多 我先把重点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最重要的部分其实都在这里 最最重要的精髓 其实你们不要记太多 以后只要记得这个画面 第一个 其实这个应该找得到东西 因为刚刚同学在程式码找不到 记得是我们的那个批字查询里面 记得这个是在那个第六次的上课里面的这个 你不要找错了 我刚刚同学找半天 然后请你在大概这个往下卷动 增加状态列这边 我把它分成几个画面 第一个就是增加这个东西 这个叫状态列的控制项